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名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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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一平新聞網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Enzo 特斯拉的Model Y 是近期最夯最夯的一款電動車 光是在去年底 整整一个月内就轿车交了3000多部 非常非常可怕 其实我们之前是已经试过Model Y的标准版本 Long Range 这次要试驾就是我身旁这台Performance 它的最大马力高达437p 0到100公里只要短短3.7秒 那我想很多人会非常好奇 买到这台电动的中小型休旅 需不需要这么强的性能 那我们待会就好好来体验一下 到底跟一般的Long Range版本开起来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台Model Y Performance版本 其实它的外形跟之前我们试驾过的Model Y Long Range版本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那有很多细节我们就不赘述了 基本上Model Y对比之前Model 3 它就是一个长高长宽也长长的中小型休旅 那简单来讲就是更实用 那这部Model Y Performance版本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多了一个降低型的跑车化悬吊 轮圈也是一个专属哦 有点像是碳黑色消光黑的设计 非常好看 那往里面看呢 是一个红色的刹车卡钳 那轮胎也是倍耐力的PZO的 电动车专用的性能版 简单来讲 胎框刹车跟悬吊都做了强化 那我想开起来操控感一定会很不一样 那往后走的话呢 这台车跟Room Range版本最大的不同 就是多一个碳纤维的尾翼 只有这个小小地方可以看出 这台车是性能版 那当然呢 回到车头很多人会抱怨说 Model Y引进台湾之后 前面已经没有任何这种超音波雷达 坐进这台Model Y Performance的车室里面 基本上它跟Room Range版本几乎没有分别 唯一的差别就是它的踏板变成有一个金属踏板了 来强调它的性能味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大型的荧幕三幅式 方向盘 目视板 很多车迷抱怨说Model Y 它车头的超音波雷达已经取消 变成你进出的时候会比较麻烦 我们实际来试一下 基本上只要会开车的人 我想都能够判断 但是呢 就像我打到倒车档 它是有摄影机的功能 接近住职的话 很多人可能就是抱怨它没有逼近那种 嗶嗶嗶嗶的声音 但其实你是可以判断的 我觉得就是小心一点就好了 目前最新的Auto Pilot跟FSD 它有自动停车跟召唤 跟智慧召唤功能 目前还是锁住的 那我想购车之前 Sales应该都会讲得非常清楚 那包括钱包杆 雷达这个问题 这些功能将来都会藉由其他方式 开通或者更新 如果你是准车主也不用太疑虑 特斯拉就是一个相当神秘又低调的一个车厂 很多做法它会藉由慢慢线上更新 去改善原本的缺点 可以说是一台不断进化的电动车 那当然Model Y最实用的部分 就是它的后座空间变得更好做 行李箱呢 也更为宽宇 毕竟它是一台中小型休旅 那以实用性来讲 它绝对是比Model 3强了非常多 我们现在直接上路测试了 那加速模式跟转向模式都设在最一般的舒适 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方向盘呢 由于它的悬吊 还有轮胎轮框的改变呢 确实路感变得比较明确 那这台车的重点呢 就是它的动力大幅提升呢 达到437p 可以0-100公里 只要3.7秒 但是我目前这样慢慢开起来 我觉得它跟之前试驾过的 Long Range版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舒适性比我想象中好 你要做个日常代步慢慢开 这一台Performance还是蛮称直的 只不过这一套悬吊 由于刚刚讲过是一个强化的悬吊 像现在开得比较慢 经过一些凹凸的时候 我觉得它传到车身的震动 一些轻微的碎震 还是稍微明显一点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由于动力放大 然后悬吊强化 因此就像现在这样慢慢开 还是觉得非常的轻快 我觉得比Long Range版本还好开 甚至比一般的Model 3还好开 尤其是同样是对比Performance版本来讲 我觉得Y比起3的Performance版本 其实开起来还更舒服 好的我们现在把加速模式 切到跑车转向模式 也直接切到跑车 我们当然要试一下加速的感觉 现在刚一个爬坡上来 真的它就是以这种非常异于一般油车的感觉 迅速就冲上来 之前试驾特斯拉不同车型都有提过 特斯拉的电机方面真的做得比其他电动车还好 动力的转换之间我觉得它非常的平顺 非常线性 目前我开在一个上坡的复合弯道里面 真的非常轻松 它很像大排气量的涡轮车那种扭力 低转速就冲出来的扭力其实非常充裕 油门也非常线性 真的这个动力开一开真的会上瘾 讲一下它的操控 由于这台车它采用了降低的跑车悬吊 加大的21吋倍耐力轮胎 轮圈也是专属 然后刹车卡鉴也强化 光这些改变呢 其实你开起来就会觉得转向更清晰更敏锐 电池放在中央底板下方 它车头没有引擎 因此前面你会觉得非常的轻快 那由于这台车在整个底盘强化之后呢 你开起来会更像一台加高的先备车 或者钢炮 之前试驾的Room Range版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 那在这台车其实更为放大 只是比较可惜啊 它不是内燃机的车型 所以它没有声浪 复合的这种S1里面 其实开起来真的非常轻松 但无可否认呢 毕竟这是一台车身偏重 重心略高的中小型修驴 你也不可能期望它有过度的性能表现 因此呢以中速来跑 我觉得就非常轻松非常愉快 如果你要去push它的话 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勉强 那经过今天一天的相处啊 我必须讲你真的很难不喜欢它 因为它的出力非常饱满 然后它的操控甚至比Model 3还好 尤其在这台性能版 最让我讶异就是它的悬吊 这一套悬吊过去我们试驾Model 3的 Performance版本其实非常跳非常硬 但是呢在这台Y上面呢 由于悬吊的形成加高 因此你会觉得没有那么跳 没有那么硬 没有那么不舒服 但是它操控性是保留的 这一套悬吊 我觉得它过滤震动的能力还不错 不仅比Model 3好 我觉得对比Long Range版本 我觉得它也更好开 那当然就回到一个最基本售价的问题啊 价差30万左右的情况下呢 那虽然业者跟我们说啦 目前大概只有两到三成的比例 选择Performance这台车 如果要我选的话 我肯定选这一台Performance版本 我相信它可以带给你的 操控感跟加速感 远超过这30万的价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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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れ 后面评价诶 几乎 ğim